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弹跳应该是NBA球员天赋的最直观表现了 能够在弹跳上惊艳全场的 无一例外都是天赋最顶级的球员 不过大家看多了那些爆炸的扣篮风感后 都会有种疑问 那就是NBA球员的弹跳极限究竟在哪里 下面我们就通过图片来领略下NBA球员实战中的极致弹跳 说他们在天上飞逝一点也不夸张 小琼斯应该是近十年最受争议的扣篮大赛冠军了 其中原因可以说是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不过要是单论弹跳的话 小琼斯的扣篮王称号完全当之无愧 不幸可以看看他在实战中的这季经典的飞人 Logo是扣篮 不仅弹跳 高度逆天 就连舒展程度更是令人惊叹 整个人比飞人Logo还要飞人 这些年能够进入雷霆管理层发演的就只有两个字 那就是天赋 福格森就是雷管所看重的天赋之人 虽然身材瘦弱且整体表现并不是很突出 但奈何他比其他人能跳仰 来看一下福格森这次起跳追冒 膝盖差点就顶到哈特脸上了如此恐怖的弹跳 也让雷霆跳高队的名号响彻全联盟 作为当年联盟数一数二的弹簧人 香农布朗给我们贡献出了许多弹跳名场面 就拿这次死亡风改来说吧 直接就是硬生生用弹跳来 把对手势在必得的上篮给抓了下来 就连见多识广的科比都被这弹跳给吓猛了 要不是被裁判吹了犯规 这绝对算得上是NBA历史前五级别的风改 大家都知道詹姆斯的身体素质十分爆炸 尤其是弹跳方面似乎就没有他做不到的扣篮 这也让所有人都非常好奇 詹姆斯究竟能跳多高 这次他的队友就给出了答案 为了接住这季传到太空的传球 詹姆斯直接就跳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头超框不说 肩膀都竟不达到了平空的水准 说到弹跳这个话题 就不得不提九指扣篮王格林了 他的实战扣篮就只有两个字能形容 那就是暴力 无论是什么样的扣篮 他都能随随便便 给你弄出瓶框的效果出来 我们可以看看这季空接 本来空接完大风车就很困难了 结果格林还能蹦到头 超框的高度在轮 这样的弹跳完全就是非人类般的存在 能成为历史第一扣将 卡特的弹跳自然 也是联盟最顶级的存在 而除去NBA赛场上的经典扣篮外 卡特也在奥运会上 用一记不科学的扣篮 震惊了全世界 只见抢断对手的卡特 一个加速起跳便飞越了眼前2米13的 把国中锋维斯 完成了一记 飞越时爆扣 在实战中 飞越大中锋完成扣篮 整个篮球历史 估计也就卡特这样半人半神的弹跳 能做得出来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